同学们好啊 咱们这一节课呢 给大家讲一下应用题专题的 基督徒龙拓展片 上节课呢 咱们先打开这边啊 这个前面是一样的就不说了 基督徒龙上节课咱们讲的是什么呢 三种方法 抬脚法 打包法 假设法 那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呢 第一步 找到特征确定方法 最后呢树心结合分析 上节课还记不记得 同学们 所以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 非常非常重要 选择适合的方法就行 因为一个题可以用好几个方法 你选择适合 最好理解的就行了 那咱们这一节课呢 着重的会从 这三个方法中的 打包法来给大家解题 好不好 因为这个方法比假设法 好用太多了 孩子们啊 也更好理解一些 来 那咱们 直接看题 好 这个整个知识体系 还是要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解题的思路是什么呢 第一步 找特征 第二步 确定方法 第三步 树心结合分析 尤其是对打包法 用处非常大 抬脚打包 假设 三个体系 来大家看一下啊 多脚类的 多脚类的 一样的呀 拿到之后 我们先第一步干嘛 第一步 找到特征 找特征 特征找到之后 第二步干嘛呢 确定方法 来 上几个咱们讲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几个讲的 特征是什么呀 这一题的特征很明显 贡多少和贡多少 哎 那贡多少贡多少确定 是属于什么特征呢 两个贡 那这道题可以用抬脚 也可以用假设法 好不好 嗯 抬脚法 假设法都比较好用 来 那咱们先用抬脚法 给大家讲 好不好 这个区区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有六只脚 蜘蛛呢 有八只脚 那咱们就先把 曲曲 好 曲曲有六只脚 对不对 画六只脚 这呢 很多很多曲曲 蜘蛛呢 哎 有多少只脚 八只脚 我就画一下 这有很多 蜘蛛 这几只的 八只 哎 很多很多蜘蛛 好 同学们 那你思考一下 哎 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画面啊 在这条马路上 这条马路上呀 排列着非常多的蜘蛛和曲曲 现在呢 它们一共有五十四只脚 那好了 五十四只脚 哎 一共有五十四只脚 这五十四只脚 现在呢 一个 哎 以质量 对应了两个位质量 没有办法直接算 所以呢 抬脚 为了干啥 上几个是不是讲过了呀 抬脚 就是为了 哎 消掉其中一个位质量 比如说 我们让所有的蜘蛛 不管你是蜘蛛 还是曲曲 你全部抬六只脚起来 哎 你想象这个画面啊 让所有 你注意啊 我把这个妙蛛呢 写在这顶上 大家认真看啊 让 嗯 注意 等一下 看一下啊 写这啊 让 所有的 动物 都 都抬 几只呢 都抬六只脚 其实你就能理解上来了 因为 你在这 减多少 你确实不好理解的话 你把这句话读一读 你就彻底会了 所有的动物 思考一下 所有的动物是哪些动物啊 是不是这八只动物啊 这八只动物是所有的动物 然后呢 都抬了六只脚 八只动物 每只动物都抬六只脚 想象出来这个画面没 这呢 曲曲 你想想 这的曲曲有很多很多只 蜘蛛呢 也有很多很多只 每一只都抬 几只 每一只啊 都抬了六只脚 是不是啊 你想想呀 八只动物 每只动物都抬六只脚 那这样一抬的话 就抬了四十八只脚 那总共剩下多少只脚啊 总共剩下的就是用五十四减四十八 等于六只脚 那总共剩下六只脚 都是谁的脚 看出来没 都是蜘蛛的脚了 这个曲曲已经没有脚了 全部抬完了 是不是啊 那只有蜘蛛有脚了 一只蜘蛛呢 你注意看 嗯 一只蜘蛛 我把这个先重新来一下 注意 一只蜘蛛 剩下两只脚 那你想想 总共剩下了六只脚 全部都是蜘蛛的 全部都是蜘蛛的 是不是啊 但是一只蜘蛛呢只剩下两只脚 那你说有几只蜘蛛吗 是不是三只蜘蛛啊 所以用总共剩下的除以一只蜘蛛 剩下的两只脚 这两只脚怎么来 蜘蛛一只有八只脚 抬了六只脚 所以就等于剩下的 那蜘蛛的数量 出来了 等于 三只 蜘蛛出来了 蜘蛛也出来了哟 蜘蛛多少只啊 总共有八只 蜘蛛有三只呢 蜘蛛就是五只 打就行了 大家呢 也可以验算一下 是吧 你想想 如果蜘蛛有三只 每只蜘蛛八只脚 再加 区区五只 五只脚 五只区区 每只区区六只脚 三十二十四 五十四 是不是 这个验算的话 大家操个纸 验算一下就行 嗯 所以 这个抬脚思想 就是为了一步到位的 让什么呢 所有的 哎 像这个脚少的 脚少的 直接一次性 把它的脚 全部抬起来 哎 这样脚多的 脚比较多的 这种动物 就剩下来了 看看 脚比较多的动物 它还有脚 那也就是说 用总共的脚 减去抬起来的脚 就是剩下的脚 剩下的脚 都集中起来 到蜘蛛这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就可以一对一的算 从一对二 变成一对一 嗯 来 那这种提醒的话 一样的 哎 找到方法 找到特征啊 找到特征 确定方法 第三步 竖心结合 竖心结合 是吧 嗯 这个解体步骤 都是差不多的 那咱们再练一个 多脚类的 啊 哎 刚才是给大家 用什么方法讲的呀 抬脚法 那咱们这 抬脚法和 假设法 是不是都能用呀 那这 这道题呢 我再给大家用假设法 解 好不好 假设法上节课呢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啊 假设法怎么假设 假设 这八只 你要不就都是区区 要不就都是蜘蛛 你别一会儿蜘蛛 一会儿区区的 是吧 那我就假设 八只 都是 都是蜘蛛吧 好不好 区区六只脚啊 蜘蛛八只脚 再想费 再重费一遍 同学们啊 好 那么 那么 假设这个情况 一共能有多少只脚 一共八只 都是蜘蛛 蜘蛛有八只脚 六十四只脚 对不对 但实际情况 只有五十四只脚 那 假设 比 实际 多 多少只脚 多 这得劣势了 假设的情况 有六十四只脚 实际情况 有五十四只脚 多了十只脚 诶 那为什么会多十只脚呢 你想想 多的十只脚 怎么发生的呢 对不对 你想想呀 你现在是把这八只 全部当成蜘蛛了 你把区区也当蜘蛛了 区区只有六只脚 你把六只脚当八只脚 是不是 把六只脚 当成了八只脚 对不对 你把区区的六只脚 也当成八只脚 那可不算的比较多吗 那多出来的十只脚 你说有几只区区啊 如果说这有一只区区 你把六只脚 当成八只脚 你想想 如果有一只区区 六只脚变成八只脚 多算 两只脚 现在总共算出来了 多了十只脚 对不对 在这呢 总共算出来多了十只脚 一只区区 如果这有一只区区的话 你要多算几只脚 你从六只脚变成八只脚 多算两只脚 那有几只区区 能多算出来十只脚呀 是不是十除以二嘛 所以咱们用十除以括号 八减六 就等于五只 所以啊 这个区区就是五只了啊 嗯 所以你区区出来了 那蜘蛛也出来了 大家下去呢 可以假设这八只都是区区 好不好 总共八只减区区区五只 等于三只 这个整个分析过程呢 也不复杂啊 所以看情况啊 大家的假设法用的好 就用假设 如果假设法实在这里就不上来 抬脚法一步到位 嗯 最后验算完了就可以答了啊 来 三大体系 假设抬脚大包 那咱们再看一下分组法 分组呢 就是俗称大包法 那这一类提醒该怎么做 好不好 来注意读一下题目 他说呀 鸡兔的数量一样多 鸡脚 鸡兔一共六十只脚 求鸡兔割多少只 那这道题的提醒啊 注意 刚才刚才给大家说过来 如果有两个共 那用什么方法 假设 或者什么呢 抬脚 那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两个方法呢 比如说 鸡兔数量一样多 适合什么方法 一样多不就是一倍吗 同学们能思考出来不 比如说三只鸡 三只兔 三除以三 等不等于一 所以三就是三的一倍 那一样多就涉及到了倍 有倍数注意了 用什么方法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核心的打包法 那好 怎么打包 我们就看倍怎么来 一样多怎么来的呢 他说鸡兔的数量一样多 那我们直接一只鸡 一只兔 可以吧 我直接把它分成一组 这是鸡 这是兔 那也就是说 这里到底有多少鸡兔 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求 所以会分出来 很多很多 像这样的小组 对不对 同学们 那你再思考一下 你想最终求出来 鸡兔有多少值 取决于这有多少个小组 小组的数量 你思考一下 是不是 你想如果说 像这样的小组有三个 那一个小组 两个小组 三个小组 那就相当于有三只鸡 三只兔 有几个小组 就有几只鸡 几只兔 对不对 就看有几个小组 那 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解除 算出来有多少个小组 好 那怎么算呢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 注意看 他说 鸡兔一共有六十只角 那这个就是鸡兔总的角数 要算组有多少个 那就得用总的角数干啥 除以每一个组里面的角数 那每一个组里面有多少只角 鸡呢 有两只角 兔子有四只角 那这两只就是鸡角 这两只就是兔角 这么一算 刚刚好十个组 朋友们听懂了吧 那十个组出来了 鸡啊 兔啊 那都出来了哟 嗯 十组 每个组里一只鸡 十组 每个组里一只兔 对不对 打就行了 这个方法好不好用 他们 那考试 有的同学说 李老师啊 我这不可能说 在试卷上 我来画这个图吧 试卷上呢 用语言描述 怎么语言描述呢 你就说 你这样说 你在试卷上 你肯定不能写这个图呢 语言描述 试卷上你就这样说 用分组法 分组法 每组 分一只鸡 和一只兔 行了 句号 你的组就分完了 能够理解 诶 你的组就这样分完了 他不敢扣你分 能够理解 你不要觉得 诶 这样的话 是不是不太合理 谁敢扣你分 不敢扣的 就是这样做的 这个框框 红色框框里面的 就是你在试卷上 要写的这句话 是怎么打的包 是不是 就相当于代替了什么呢 代替了这一个 打包的这个过程 好不好 能理解吧 嗯 然后试子该怎么列 就怎么列 好 那我要带大家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 那再看一下 那如果说 我变成 鸡石兔两倍 鸡兔一共八十只脚 我看大家会不会 刚才是不是 鸡兔的数量 一样多呀 是不是一样多 我们会了 好 那鸡石兔的两倍 会不会呢 来 我们看一下 两倍就两倍 怕啥的 倍数要干嘛 团们 倍数 告诉我一下 同学们 倍数是不是要打包 倍数的话 用打包法最好解 那怎么打包 倍怎么来 怎么打包 两倍怎么来 鸡石兔两倍 那咱们用 两只鸡 一只兔 这个时候 大家应该发现规律 如果说 这个体改成 鸡石兔的三倍呢 是不是三只鸡 一只兔啊 哎 不管你是鸡石兔的几倍 都可以这样打包 那咱们现在就是要看一下 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小组 你把每个组都画好 考试怎么说 你说用分组法 每个组里分两只鸡 一只兔 行了 现在 现在也就是说 要求一下 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小组 如果有两个小组的话 是不是有四只鸡 两只兔啊 那到底有几个小组 取决于另外一个条件 他说 一共八十只脚 思考一下 八十只脚 那一样的呀 用总共的脚数 除以每个组里面的脚 就等于组数 对不对 那同学们思考一下 每个组里面有多少只脚 这个鸡呢 有四只脚 兔子也有四只脚 所以这个组里面有八只脚 那列式怎么列呢 两只鸡 每只鸡 两只脚 再加兔子 四只脚 这样能理解吧 是不是在这呢 好 那这么一算的话 就等于十字 对不对 那鸡 兔 轻松打下 十个组 每个组里 有两只鸡 十个组 每个组里 一只兔 嗯 对不对 同学们 所以啊 这个打包法呀 这个真的是好用啊 同学们 一定要掌握好 咱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步要干嘛 第一步 找特征 不然你咋知道 要用这个打包法呢 找特征 什么特征 背 如果有明显的背数特征 一定打包 第二步 找了特征之后呢 干啥呀 树心结合嘛 对不对 跟前面是一样的呀 找特征 确定方法 树心结合 一样的 嗯 第二步 确定方法 什么方法 这个找到背了 你肯定是用这个打包法 确定方法 确定方法 是不是 打包 第三步 树心结合 画图 也就是说俗成 就画图就行了 图画好 嗯 这三步的话 大家 慢慢来 等你熟练之后 你就融会贯通了 是吧 那我们再举一反三一下 咱们刚才都学的指示什么呢 鸡 是兔的多少多少背 那如果以致你鸡脚 是兔脚的 多少多少背呢 变成鸡脚 和兔脚之间的背数关系 那这样大家也得会 是不是 大家看 大家仔细看啊 鸡脚兔脚一样多 鸡兔一共多少只 其后鸡兔个多少只 鸡兔的脚一样多 我们思考一下啊 鸡呢 长两只脚 兔子呢 长四只脚 鸡脚不可能等于兔子脚 对不对 如果一只鸡一只兔的话 它非要鸡脚等于兔子脚 那鸡数量增加 就可以让鸡的脚的数量增加 那到底要多少只鸡 我们得算 如果说这有一只兔子 你思考啊 如果这有一只兔子 有几只鸡才能有四只脚 那也就是说鸡需要四只脚 才能跟兔子四只脚一样多 一只鸡只能长两只脚 那你说是不是得两只鸡 才能长出来四只脚 那咱们用把两只鸡捆到一块 是不是能捆出一个四脚的怪物啊 所以呢 鸡兔 就是这样分出来了啊 这是不是四只脚 这是不是四只脚 就可以满足一样多的脚 所以说一样的道理 就求一求 咱们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小组 一只鸡两只脚 兔子四只脚 那现在看一下 有多少个组 思考一下什么 来啊 那这个组数呢 不是说去蒙 那一定是算出来的 那怎么算呢 你看鸡兔一共有六十只 那总的鸡兔六十只 慢慢来啊 这个比前面的稍难点 总鸡兔 总鸡兔来除以什么呢 每个组里的鸡兔 对不对 你用总的鸡兔 除以这 每一个组里的鸡兔 就知道有多少个组 所以组数就能求出来 那每个组里有多少鸡兔啊 是不是有两只兔子 再加一只鸡 所以说呀 这样一算的话 就等于二十个组 每个组里实际上有三只嘛 是不是都是三只 中间的也都是三只 所以那有多少个三只啊 总共六十只 有多少个三只 二十个三只 那说明像这样的组 像这样的小组 一共就有二十组 所以说 那咱们鸡和兔 就都知道了 是不是啊 鸡多少只 二十组 每个组里啊 两只鸡 兔子呢 二十组 每个组里 一只兔 哎 后边就验算一下 就可以答了 对不对 最快的验算方法怎么算 你用四十加二十 发现等于六十的时候就对了 哎 别忘了答哟 好 这个分组法的话 大家 学到这个程度 其实差不多了 发现没 哎 你至少二年级期间 你哪怕三年级的 差不多都能搞定 嗯 好 那咱们再练一个 刚才是 鸡兔的脚 一样多 我们再举一反三 哎 我一定要让大家养成一个独立自主能学习 还有独立自主举一反三能力 来 两倍 现在他告诉你鸡脚是兔脚两倍 一样的鸡兔一共六十只 嘿嘿那怎么办 朋友们 那这种情况一样的 我们就先看看 你想一想啊 兔子是不是有四只脚 鸡呢 两只脚 两只脚去除以四只脚是不可能等于两倍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非要鸡脚除以兔子的脚要等于两倍 那说明什么呢 鸡脚要非常多 它需要多少呢 那你看看 谁除以四只脚等于二呢 是不是八呀 那八怎么来 是不是用兔子的四只脚乘以这个两倍的这个二 是不是等于八只脚 所以这个是鸡 写详细点 需要 鸡需要八只脚 一只鸡 只有 两只脚 那需要 几只鸡 怎么算 是不是用八 总共鸡需要的脚 八只 来除以一只鸡 只能提供两只脚 那四只鸡 就可以提供八只脚 所以是这样一个 推导的过程 是不是啊 那四只鸡 我们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四只鸡是八只脚 兔子四只脚 直接分成一组 上边呢 这个是鸡 长了两条腿的 下边呢 长四条腿的是兔子 那就得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小组 并且每个小组都保持一致 安排 四只鸡 安排一只兔子进去住 那 现在我们就研究一下 有多少个这样的小组 同学们 思考一下怎么去研究 鸡兔一共六十只 那咱们用总共鸡兔一共六十只 是不是 总的鸡兔 除以什么 每个组里的鸡兔 每个组里鸡兔多少只啊 算一下来 每个组里 哎 这是不是有四只鸡一只兔啊 四加一 每个组里都有五只鸡兔 是不是啊 四只鸡 加上一只兔子 那组的数量就出来了 那就等于啊 十二组 是不是啊 那 鸡兔 就全部拿下 来 那咱们列一下啊 十二组 每个组里有四只鸡兔 十二个组 每个组里一只兔哦 所以这么一算啊 同学们 四十八只鸡 十二只兔子 验算完了就可以答 刚才说了 最快的验算办法是怎么 怎么验算的 四十八 加十二 刚刚好 是十六 而这个六十 等于题目一致的六十 直接搞定啊 所以这个方法 大家一定得学会了 那小学阶段 你至少二三年级的 这个 基图同龙里面 涉及到背 涉及到了背 用打包法解题 你就 很主动 是不是啊 背数特征 那总结一下 其实 总结完了之后 其实这个解题的步骤 跟前面的是一样的 大家发现没 找特征 背 确定方法 打包 画图 列式 是不是 都是一个流程 好 咱们学到这个程度够了 到了高年级 我会再给大家 讲更难的 比如说 再举一反三 怎么举一反三 你想想 万一这个地方 他说两倍 多一点 两倍多五只脚 两倍 不是 多六只脚 多八只脚 两倍 少八只脚 多八只脚的 是不是 所以这种情况到三年级再学 好不好 来 到这就可以了 这个小学阶段 你二年级的孩子 肯定没问题了 学到这个程度 来 再把知识体系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解题的 统一的流程 第一个 找特征 第二个 确定方法 第三个 竖心结合分析 是吧 那找到特征 确定的方法 可以有下边三种 特征呢 有哪几种 再总结一下 第一种 共多少 共多少 用什么方法 同学们 用抬脚可以 用假设也可以 第二个特征 如果有倍 我建议同学们 不要用假设法了 直接打包法 搞定 那第三种特征 没有 一 二 两个特征 这个时候 建议大家 用假设法 好不好 因为 这个时候 比如说 有票 三毛五毛的 一共十几张 一共多少钱 你这个抬脚 不合适的 打包也不合适的 所以 这个时候 大家用假设法 解题 好不好 来 本节课 应该总结的 还不错 讲的大家 应该都能听得 很清楚 如果基础 稍微差点 看两遍 好不好 然后大家 如果觉得 利老师 讲的不错 大家帮忙 利老师 分享给更多 有需要的 同学和家长们 大家共同提高进步 让大家少花 冤枉前 都能学到 优质的数学思维 好不好 感谢 大家支持 下期课再见